若不是拓展不团剑时 听读小宁提起立架的事情 饶进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两月没来立架 一瞬间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怀孕了 于是慌忙买了根燕运棒 在看剑上面的两条杠后 饶进接受了现实 但是他才和赵方刚确立关系 也没做好当母亲的准备 便决定将这件事隐瞒下去 赵方刚对于他的情绪一向很敏感 于是忍不住去关心对方 没想到却被情绪激动的饶进给一把推开 对此赵方刚十分受伤 便头也不回离开 于是两人就此冷战 直到回到戴瑞 在拓展二部的领导来闹时 对着饶进破口大骂 赵方刚挺身而出户七十 两人的关系才有所缓和 因为这件事情 饶进看到了赵方刚身上的担当 便决定将孩子的事情告诉对方 哪曾想因为拓展二部领导的报复 导致他们的恋情被曝光 面临一个被调走的危机 于是赵方刚再次挺身而出 对此饶进有望和对方长久走下去的想法 于是在他辞职一个星期之后 饶进便拿着医院的运检报告 停运度上门索要名分 对此 赵方刚十分惊讶 高兴地何不拢嘴 连忙向父亲宣告这个喜讯 赵妇原本在看到儿子突然有女友 并且对方还未婚先运时 对饶进很不看好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他知道了二人之间的故事 便真正接纳了饶进 于是赵妇将真正家事曝光 也是这时赵方刚才知道 原来戴瑞银行是父亲旗下的 只不过赵家一直奉行求养孩子的观念 便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赵方刚 对于饶进度中的孩子 赵妇还直接大手一挥 将戴瑞当成彩礼送给二人 对此饶进直接懵了 赵方刚倒是很快适应了这个身份 隔天他就以戴瑞太子爷的身份在公司上位 还废除了办公室恋情的规定 提示他和饶进可以再度一起工作 纪玉衡高中时期因为父亲跳楼去世 他的生活被阴影笼罩 若不是图小宁闯了进来 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温暖他 恐怕纪玉衡早就跳楼自杀 所以他一直都在暗中发誓 将来要把这份恩情偿还给图小宁 便打算进聘行长 公开二人的关系 可他没想到唐宇会在图小宁的生日宴上 公开对他摄爱表白 将他的计划全部打乱 眼见公司其他人疯狂起哄和图小宁愤然离席 纪玉衡便再也忍不住 当众就想公开二人的恋情 好在饶颈头脑还算清醒 连忙出手将这场闹剧平息 唐宇会对此十分不满 在宴会结束之后仍然对纪玉衡咄咄逼问 正巧这时图小宁出现 他便直接拉起对方的手 坦白告诉唐宇会二人的关系 同时还顺势而为 将对图小宁的十年暗恋说了出来 唐宇会对此十分嫉妒 吵着要将他们的关系曝光 但是却没想到行长竟然将他拦了下来 到这时唐宇会才知道 因为夏总对纪玉衡十分看好 所以一直在用自己的事帮助他竞聘成功 如今流程已经快到最后一步 而行长为了不得罪下走 主动提出调离拓展一步 在这之后 纪玉衡成功任职 因为行长的身份 他有了调离职员的权利 便干脆利落把唐宇会开除 然后又将禁止办公室恋情的规定给废除 在这之后 纪玉衡就迫不及待关心了二人的关系 为了庆祝还盛大举行了一场婚礼 在当天 图小宁直接将运简报告当作新婚礼物送给了纪玉衡 对此二人都十分激动 于是纪玉衡也更加小心翼翼地照顾对方 虽然是第一次当父母 但好在有图母的手把手教导 十月后孩子得以平安降生 灵魉一听说这个喜讯之后 立马跑来当干妈 而饶敬也不甘示弱 也争着当作干义 对此 图小宁哭笑不得 因为父母早逝 饶敬从小没感受过家庭温暖 也就没想过将来自己会结婚生子 所以赵方刚的出现便轻易将他的生活掀起波澜 在对方的攻势之下 饶敬终于妥协 和对方发生了关系 可是他并没有想到 因为这一次的勇敢 饶敬直接中招 他本想打掉这个孩子 然后和赵方刚分手 但在这时 他们二人因为和拓展二部的竞争关系 被对手曝光了恋情 面对其中一人离开的局势 赵方刚主动提出辞职 但他却没想到饶敬比自己先一步提出 到这时他才知道 原来对方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担当 所以为了父中孩子 他便想辞职在家静养 为了养活母子俩 赵方刚一改之前不计的风格 对工作十分认真 在他的努力之下 很快也晋升为首席客户经理 而这时饶敬也平安产子 在纪玉衡和图晓宁结伴去医院看望的时候 看着他们可爱的女儿 纪玉衡抱着不撒手 对此 赵方刚不满意了 连忙将女儿抢过来表示 让对方自己去生一个 于是纪玉衡便整日整夜地 缠着图晓宁表示也要生孩子 起初图晓宁并不愿意 毕竟现在是工作的上升期 而她也没做好当一个母亲的准备 但是图晓宁却万万没想到 在纪玉衡的努力下自己还是中招了 后来看到饶敬母女二人田敬的生活之后 图晓宁也对腹中的女儿有了一些期待 再加上纪玉衡寸步不离的照顾 没过多久她也平安产子 看到生下一个男孩 纪玉衡十分不情愿 毕竟女儿才是贴心的小棉袄 对此图晓宁哭笑不得 而赵方刚在得之后 便想让双方的孩子立一个娃娃亲 对此纪玉衡十分赞同 于是在四人的共同照料下 两个孩子平安长大 在看见他们也结婚生子之后 纪玉衡终于放下心来 这时又开始催着儿子生孩子 吵着要当爷爷 图晓宁不知道纪玉衡爱了她十年 一直认为起初都是因家庭需求才结婚 后来相爱也是日久生情的缘故 所以当初得知纪玉衡有白月光时 并不敢将心中不满说出 毕竟看过太多白月光回国挤掉替身的戏码 所幸纪玉衡从未提起过十年白月光 她也便安然待在对方身边 可他们毕竟是隐婚状态 挡不住有人前赴后继 更何况爱慕纪玉衡之人是唐玉衡 隶属同一部门更要小心行事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蓄意接近纪玉衡 幸而纪玉衡知道张嘴解释 表明自己有女朋友后立即远离 即使如此却挡不住对方死缠烂打 唐玉衡看夏总一是没能威胁纪玉衡和图晓宁分手 便想在庆功宴上到得绑架纪玉衡 殊不知她的当众表白不止让纪玉衡和图晓宁下不来台 被无声拒绝后失落的人是她自己 图晓宁当初因为夏总曾放手纪玉衡一次 此事完美收工后不可能再便宜唐玉衡 不管对方怎么威胁都不放手 而就在唐玉衡想告密他们恋情时 纪玉衡的升职调令也随即而来 终于能和图晓宁光明正大恋爱 行长得知此事后都亲自送祝福 唐玉衡最终只能落荒而逃离开了戴瑞 十年暗恋终于修成正果后 纪玉衡马不停提准备求婚仪式 并在向图晓宁求婚的同时 终于说出了十年喜欢 发觉自己当初的误会 竟是一场乌龙后当场泪帮答应了纪玉衡求婚 并在领完证后幸福大婚了